Pizza 其實有很多個花款,除了大家平時吃的麵粉餅底之外 今天就要為大家介紹一個韓式的Pizza 底部就是用韓國年糕做的 材料有年糕、芝士、秋葵、泡菜、洋蔥、沙律醬和韓國辣醬 第一件事,我們將這些韓國年糕放在熱水裡煮軟 同時,我們就可以將沙律醬和韓式辣醬混合 我們做一個Pizza的底醬 然後我們將蔬菜切粒 其實任何你喜歡的蔬菜都可以 今天我們選擇了洋蔥和秋葵 好,我們切了這些 秋葵就已經切好了 然後,我們就將年糕鋪在一個焗盤上 年糕鋪在這裡之後,我們就加一點辣醬上去這個面 然後,我們就將這個芝士灑在這個面上 然後,我們就將這個芝士灑在這個面上 這個焗爐呢,我們就預熱了它做250度 高一點都沒有所謂的溫度 因為呢,只不過我們要弄溶些芝士,就可以吃得了 最後,用火槍再燒一燒那些年糕的面 讓它更脆一點,就會更好吃 這個韓式年糕Pizza就大公告成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 好,謝謝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